大家好,我是Dan 有关Suga的争议 在韩网越演越烈了 首先今天一天就出现了 BTS Suga在伏冰音训练期间 被募集到态度不诚恳 还有其他投诉出现 Suga退出BTS画环抗议出现在海埔公司前 还考虑进行追加卡车抗议 真是给别人添麻烦 BTS Suga酒驾牵连到了其他艺人们等等 非常多负面的新闻 其中70成员不思惯 因发布了一则啤酒广告中的饮酒警告文 而遭受恶评攻击的事情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今天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8月11号 普森网在自己的IG上发文说 大家正在享受奥运会吧 韩国选手们加油到最后 我们一起制作韩国选手们的音乐影片吧 并附上了与啤酒广告相关的照片 接着普森网在评论中也附上了饮酒警告语 过度饮酒会引发中风 记忆力损害或痴呆症 运期饮酒会增加胎儿基辛的风险 凡事都要适量 这个警告语是韩国酒类广告中的规定用语 是必须标注的警告文 然而这段警告文 却引发了部分BTS海外粉丝们的不满 他们怀疑 普森网是在影射 最近因酒后驾驶事件而引发争议的Sugar 因而开始留言攻击普森网 甚至也有人提到了 普森网已故的好友猛病 对此 Seventeen粉丝们纷纷留下好评来进化评论区 但原本的警告语下面恶评实在太多 也被取消制定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自我意识过剩也太严重了吧 不粉Seventeen也不粉BTS 但普森网只是认真做自己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明明是Sugar做错了事 为什么要牵扯无辜的森网 那句话是广告上常用的词 为什么要对森网这么发狂 那些粉丝是要让他一直看颜色发广告吗 到什么时候 有订好的期限吗 难道等一个月后发就可以了吗 我也是阿米 但正是在这种时候 阿米们应该更加自重 展现出好的形象 这样对待其他偶像 难道能给Sugar带来正面的影响吗 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 只会让他被骂得更多呢 现在才是应该安静的时候啊 我真的能理解粉丝们现在的心情 但千万不要为了盲目提自家爱豆说话 而伤害到别的爱豆们 也希望所有粉丝们 都能用更正面的方式来支持喜欢的艺人 字幕增淇淇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